慢慢来慢慢来 强劲水流不断往女子和消防人员身上冲击拍打 眼看水势越来越湍急 消防人员加快救援速度 他的拖鞋掉了 整料就在最费力也是最危险的横渡过程 就在经过最湍急处 女子疑似脚下拖鞋被冲走 整个人失去重心 就差一点点女子差点整个人就没入水中 跑在第一时间 她的双手仍握紧绳索 两旁救务员也使出全力将绳索拉直 加上一旁消防员 不顾自己也站不稳 站在她的后头当肉垫 全力拉住女子保持平衡 最后总算回到岸上 同样方式救援 这回准备经过团急处 好在消防人员事先要男子压低身躯 增加身体平衡 才没被水流给冲倒 顺利回到岸边 25号午后一场大雷雨 导致新竹尖石箱比临瀑布 溪水暴涨 这对情侣因此受困大事 所幸消防人员冒险涉水抢救成功 过程现象还生 当时的情况就是 午后雷震雨突然吸水暴涨 那他们是身体状况还算OK 运动回来 运动回来 然而消防人员英勇救落水的民众 不止一桩 26号凌晨南方澳第三渔港 惊传有女子落水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紧急下水发现女子还有呼吸 但意识模糊 赶紧拉回岸边 再操作掉臂掉起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减回一命 简离山何孟谦 引进语新竹一栏 中文报道